偷皮洗车继续开始 不过动手的不是车主 是代客洗车服务 高压水枪先冲洗 这可以把砂石冲掉 避免摩擦车身 接着是喷洒泡沫 让清洁剂在车体表面和污垢结合 之后才开始刷洗 不只车壳 还有轮胎车窗引擎以及内装 所以这个每个角落都会擦吗 对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要是让车主从缝隙中摸出了硅程 给了负面评价 可会丢了口碑 云里的严先生是汽车保养技师 自己爱洗车 洗着洗着发展出兼差 过年洗车的人特别多 也帮自己多赚一点年终 我就是利用下班时间 然后也比较喜欢洗车 然后就不是代客服务 我们少了电租 我不需要多付那些的朋友 把这些回馈给我自己的客人 他没有店面 气生在自助洗车厂 也在洗车厂建立了一群固定的客户 不过得先预约 因为他们来洗比较专业 然后CP值很高 如果客户不满意的话 他也别出来混 严先生代客洗车坦诚没有电租压力 自己的工价格比汽车美容店便宜 他的代客洗车需要预约时间到自助洗车厂 平时洗一辆600过年800 汽车美容店上班时间都可以来平时800过年1200 这是汽车美容店的专业洗车 毛刷不是上腮红 是替车子清出缝隙里的灰尘 配合这吸尘器 要清得一尘不染 客人都愿意花这个钱 我大概要让他觉得说 他有 我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有超过 有1200这个价值 让客人有一种物超所及的概念 专业的场地跟设备 还有人员技术 车主需要服务的时候 店就开着方便好约 也有固定的客户群 即使过年加价顾客也能够体谅 我领年终啊 业者也需要领一下年终 汽车美容店从业绩赚年终发奖金 大方的车主说大家都要过年 就当拿年终奖金包个小红包 TBS新闻张崇敏 吴淑屏 云林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